浙江省同乡市污泥及工业固费综合利用项目 于2020年10月建成投产 该项目采用干化污泥、工业固费分手 将预热发电创新工艺 安装迪森预热发电过路两台 蒸发量23吨每小时 每年可处置污泥33万吨 工业固费10万吨 彻底解决了同乡市政污泥污染隐患难题 每天接收六层年的市政污泥 经脱水空干与工业固费一起输送之 回转窑及二氧式进行焚烧处理 多利固费充分燃烧后 产生250摄氏度以上高温烟气 进入余热锅炉充分宽热 转好为400摄氏度以上高温蒸汽 余热锅炉产生的过热蒸汽 被送入汽轮发电机组进行发电 通过余热产生的电量 主要用于厂内生产自用 发电后减温减压的蒸汽 进入厂内蒸汽官网 用于污泥干化处理 同步切入当地热力管网 输送给圆区企业 在整个处置工业中 第三预热锅炉最大程度回收了 焚烧预热解约了能源 按两台锅炉蒸发量23分毫小时 年供其37万吨 发电0.36亿度计算 相当于前卷火力发电表为8万吨左右 可减排二氧化碳于9万吨每年 真正达成污泥及工业固费系统 处理无海化 减量化 资源化的目标 随着我国生态环境 潜伏教坛协同治理深入 工业预热回收技术将得到广泛应用 迪森国路作为领先的工业预热回收 一战式服务商 愿为低碳中国贡献创新力量 助理国家双碳目标早日达成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